其實罵小朋友就不是有什麼最適當的時間 應該這樣說 有什麼時間盡量不要罵他 就是肚餓、口渴、太累和眼睡的時間 首先要明白小朋友是不會故意發脾氣的 他們扭計是一定有原因的 所以剛才我說的一堆事是經常發生 但很多時候大人是不在意 就會覺得他們為什麼不聽話又頑皮 於是你就罵他了 你罵他就更加生氣 然後他生氣你又再生氣一點 有沒有發現有時候罵一罵 其實已經開始不知道自己在罵什麼 因為已經是偏離了你一開始罵他的原因 那罵人是很奇怪的 不是說你罵完就沒事 而是你越罵他 你自己的人就會越生氣 最後你會發現自己根本就是 開始發事在小朋友身上 一個無故沒什麼的小朋友 就無辜地被你罵一頓 但重點是他不知道你罵什麼 那說回不適合罵小朋友的時間 小朋友很累很肚餓的時候 其實他身體和腦都已經不屬於自己了 他們會亂說話 粉絲就俗 對什麼都不滿意 根本就失去理智 那請問一個精神病人 你罵他有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我 其實我會忍耐不出聲 我抱抱他 給他一些東西喝 給他一些東西吃 讓他的血糖正常 眼睡的話 就叫他靜一靜 然後先睡覺 明天或者一會兒再說 讓他知道 我不是忍耐他的要求 只不過現在這個時刻 不是適當的時間 一會兒或明天我會再跟他聊 當他的血糖穩定 夠睡 那你就可以問他 剛才你什麼事這麼生氣 那多數小朋友都會忘記了 那我就會跟他說 其實當你很累和很硬睡的時候 你的情緒呢 你自己控制不了 所以下次如果你有這些感覺的時候 就出聲 也要學習一下 控制自己的情緒 那很明顯 下次一樣都會再發生 不過教小朋友 就是要不停地說同一件事 日子久了 小朋友就會明白 最重要是 家長自己不發脾氣 所以以上所說的 都是直接可以apply 在大家身上 即是自己身上 如果你自己肚餓 口渴 累 眼睡 請你就不要去罵小朋友 因為這個時候 你都不是屬於你自己 你都是失去理性的那個人 那你罵小朋友 可能會罵到一發不可收拾 最差的是小朋友很無辜 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麼 那對他日後 是有些不好的影響 但這件事我們現在不說了 Anyway 只要你不發脾氣 那你就可以理直氣狀地跟他說 你看看 爸爸或者媽媽 是不會因為肚餓 或者眼睡而發你脾氣的 是嗎